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企指数收报10315点 升56点 大市成交缩减约1.5成有720亿 内银股继续撑着市 而内房股就个别发展 碧桂园、雅居乐和中国奥园就见一个高位之后倒跌 而台长小丑黄良心恩朝早推介的深圳控股 它的二月合同销售按年升16倍 股价升2.6% 见到3个月的高位 燃气股和豪赌股午后跑出 昆仑能源、银鱼和金沙中国先后成为升最多的蓝筹 齐齐升大约2% 在移动股方面,钢股跑出 中国首两个月钢财产量增加4% 加上又有大行唱好 安钢和马钢就齐升大约2% 内地A股个别发展 上证指数全日乘幅上落 收报3239点升2点 深城指数反复下跌 收报10531点跌28点 创业板指数收报1958点跌12点 汇深两地成交4600亿人民币 今天的收市快递先看到这里 约定你明天见